一种民养百种人,只将理性不可能 嗨,大家好,我为戏 我们曾经说过啊 长期的属于压力的情境之中 容易引发人们产生忧郁的症状 HPA轴长期被激发也是造成忧郁症的激转之一 在疫情爆发之后 人们除了一直处于会不会染病的压力之中 也包含了社会对经济及民生的担忧 因此也造成了许多本来就有忧郁症 或是精神不太稳定的人 难以自控而有脱续的行为 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心情忧郁无法排解呢 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想要找个人好好谈谈呢 当你想要寻求他人的帮助 却又不想去医院挂号时 你会怎么做呢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心理资商 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 许多公司开始进入在家办公的时代 而许多医疗行业 也因为需要闻忘关切的缘故 也开始研究起了远距诊查的可能性 心理资商与横见当然也不例外 为此 资商心理师公会就在2021年8月发动了连署 他们希望卫福部放宽现有对通讯心理资商的限制 让心理师能更方便的为民众提供远距资商的服务 这件提案背后还有一个含义啊 就是在此之前远距资商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 甚至是不合法的 2020年 一位现在已经消失或是改名我们不知道的网红 注册组长 Adeo 虽然毕业于外文所而且可能没有受过任何的心理学教育 他却在自己的粉专介绍上写着英文教学与心理误谈 他最后甚至干脆就开启了资商工作室 诶对没错 这个人没有受过任何的相关训练 而且也不符合任何心理资商的资格 但是他做起了心理资商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着为数不少的粉丝 而且在东窗事发前已经为不少人做过心理资商 之所以被人发现他在做黑的 是因为他在粉专上面分享了一篇文章 那样是说他曾经教过的女学生被性侵害的故事 诶在说故事的同时 他也展示了他的犯罪心理学知识 他指出性犯罪者其实就是以人的身份做动物的行为 他说性犯罪者是受到自己动物性的支配 因此就像你拿生肉拿在手上喂狮子一样 你的手就会被咬断啊 当你穿着清凉面对一个受性大发的男人 你就会被强暴啊 以上这段很符合一般的在谴责受害耳食的使用啊 但是以心理学来说这基本就是bullshit 对很多我们觉得很直觉的东西基本都是bullshit 虽然他的内容很适合我们发挥想象力 但以现有的科学来看他就是在胡扯 所以这时有人就开始质疑起了注册组长的心理专业 如果他真的有足以执行心理思商的能力 那么他就不该这么的无知与鲁莽 先不说他现在的行为在伦理上能不能过关啊 这位他教过的女学生极可能是看得到这篇言论的哦 你这样大放绝词你妈妈知道吗 最后他被台中地检署争结以违反心理司法起诉 其实这也是我们直商会遇到的日常事件 非专业的人士利用资讯不对等与自己的名气谈论专业话题 有时甚至当专业人士出来反科普的时候 却被这些嘴炮仔的粉丝给言上 心理的问题因为是我们能够轻易触碰的 反而更容易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或者是偏见 因此在遇见困难时寻求专业的协助才更重要 但是就算是在专业的管道之中 你也很可能会找错人啊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哦 台湾其实没有心理医师这种东西 也没有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这种鬼证照 除了精神科医师以外 真正有认证的是临床心理师跟咨询心理师 一般人会把他们通称为心理师 但是其实啊 这两个心理师能够做的事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哦 虽然以现实的层面来看 咨询心理师的势力比临床的大多了 但是 临床心理师能够做的事情却比咨询还要多 除了心理师法规定了六项执行业务范围以外 临床心理师的业务范围比咨询心理师还要多了 精神病或脑部心智功能之心理横溅与治疗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为自己的小孩寻求儿童早疗的协助 就不太可能让咨询心理师提供这项服务 然而一般人却不太清楚这一点 认为都是心理师那我不再分这些啊 这也让许多其实不符合资格人有漏洞可专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因为担心精神疾患的污名 而不敢向正当的心理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援助 于是转向其他管道求援 甚至是求助于老那的棒子 有病就要吃药 但是你吃的真的是药吗 医疗行为因为与我们的日常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懂的不只是皮毛 这除了让那些只懂得些许知识的人趁虚而入以外呢 也会让一些可能不只是空有名气的人从中获利 甚至有一位在年轻人中小有名气的心理师 过去就常因为发表的文章过于不符事实 而被心理界所诟病 虽然该元现在写的东西进步多了 但我还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啊 不过却有许多人表示自己被疗愈了 这真的是东方的神奇力量 所以各位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希望各位还是寻求正当的管道协助啊 然后不要再听一些莫名其妙的谣言 什么忧郁声都是不知足 你才不知足 你全家都不知足 请你们以后审慎的发言 真的不要让大家觉得你是什么都会什么都懂 那你到最后也会觉得自己什么会什么都懂 然后就神来一句就是什么都是一定是这样 还有啊我们刚刚不是有提过远距之商吗 那个东西现在还不合法啊 而且一堆问题都还没有被解决 更不要说职业者到底有没有受过合格的训练呢 贸然的找人做远距之商 除了可能遇上注册组长那种空有名气的骗子以外 还可能因为错误的医疗行为而让状况变得更糟 有些东西真的不是新就好 有些人也真的不是有名就好 远距之商这东西甚至还没有被规范呢 我们可以理解职业者想要快速推动远距之商的理由 但是许多人可能根本还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似乎也应该要让需要的人能够判别这件事情才行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先去大医院的精神科括号 然后再让医师根据你的需求转介你合格的心理师 或者是到有合格执照的心理诊所寻求协助 千万不要再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了 还有如果面临心理困境 千万不要为难你身边心理科技毕业的朋友 说什么要让他帮你做心理智商 因为其实他们大多很可能是只有受过心理学的教育 却完全没有智商的资格与能力达少年 就算他们是专业的心理师 也会因为你们太熟而不适合帮你做智商 你想想当了你的速冻之后 他还能再当你的朋友吗 要知道熟人做这种事会出现的交互作用 多到你无法想象 所以谈谈心发泄情绪 可以千万不要当他们是心理智商的对象 也不要因为他们不肯为你做心理智商 而觉得他们见识不救 事实上是他们根本就办不到 所以还是去合格的心理管道寻求协助吧 好的天生万无一样人只讲理性不可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欢迎在下面留下你的心理智商看法就这样 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诺 If What? Bus